新人女優開箱師清水劍先生 那想要問神木小姐說 跟清水劍先生合作的感覺是什麼 神木小姐喜歡的尺寸 或是形狀大概的樣子 是什麼類型 喜歡平均大小啦 大家好 我是鍾子通 今天要做的作品精選 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請到了 女優本人來跟我們分享 她作品中的甘苦談 這次請到的就是 SOD專屬神木莉小姐 我們請她來分享 她所演過作品 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環節 首先就是 請問一下 第一部作品就是新人作品 STARS573 魔鏡號的灰姑娘選拔 因為這一部作品 第一段的做菜畫面就非常激烈 而且還安排說好幾位觀眾 在魔鏡號外面看 就是說做到一半的時候 就把鏡面打開 讓神木小姐發現 自己被一群人圍觀 非常刺激 神木小姐可以分享一下 當時的心情嗎 對 我最初這個魔鏡頭 逆軟了時 我完全沒想到 男優人說 對前面看著 我完全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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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完全沒想到 我太夢中了 我完全沒想到 因為這部作品 接下來兩段的戲碼 也非常精彩 而且說 會深刻體驗到說 神木小姐的身材 真的是非常頂尖的 最後一段還找來說 新人女優開箱師 清水劍先生 來協助拍攝 那想要問神木小姐說 跟清水劍先生 合作的感覺是什麼 一言以為 非常感情 所以用一句話代過就是 非常舒服 不愧是 清水劍大師了 那第二部作品就是說 神木曆正式用這個名字 拍攝的 STRS599 這次的題材 是讓神木小姐 到影迷的家中訪問 然後跟他們做菜 這種在私宅中做菜的感覺 食用度也是特別高嘛 那神木小姐 對於這種到影迷家中訪問的 拍攝有什麼感講呢 會覺得難度比較高嗎 そうですね 我也說 真的要去男人家 真的要去男人家 一間一間 我當時 跟他相約 也沒有家 所以我最緊張 因為作品裡面也有一段 蠻特別的 就是有三個尺寸的假洋具 讓神木小姐選擇 那神木小姐最後也是選擇 尺寸最大的嘛 所以想要請問一下 神木小姐喜歡的尺寸 或是形狀大概的樣子 是什麼類型 そうですね 尺寸 是真的平均的 十三 日本人平均的 十三多米 是真的 真的 很長的 很長的 喜歡平均大小啦 普通的尺寸 那第三部作品 就是我個人最喜歡的經典系列 STRS 642 就是它的題材就是 只包一條毛巾進入南湯 這是非常經典的題材喔 演出這種趣味性比較高的 企劃作品 會想說跟日常的心愛 差別在哪裡呢 首先 我沒有在床上的床 也沒有在床上的 首先 我沒有在床上的衣服 我沒有在床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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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這種演出啊 應該會讓神木小姐說 這果然就是 是SOD的這種想法 那第四部作品 STRS 678 這也是剛剛神木小姐講到說 比較辛苦的一部作品 因為它 嘗試了六種COSPLAY的造型 那神木小姐最喜歡 這部片裡面哪一個造型 第一部是 因為那個造型是真的 色系滿滿的 那這樣想要問一下 神木小姐說就是說 私底下也會嘗試COSPLAY嗎 我沒有在床上的經驗 我沒有在床上的 那假設 我們假設 如果被交往的對象要求說 要穿這種角色扮演的衣服的話 會答應嗎 我會答應 對 還是會 還是會 好 那接下來是第五部作品 STRS 573 這部作品因為也是第一次挑戰什麼 巨根難優嘛 而且在這部作品裡面 嘗試超多種心愛體會 對 想要問一下神木小姐平常最喜歡哪一個姿勢呢 來吧 拍攝也 Touchback Docky Joy 我喜歡 神木小姐的站立背後 為那個鏡頭 是真的非常實用 因為徹底的把她那個 超頂的身材給展現出來 我非常推薦給大家收看 最後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神木小姐最新的作品 STRS 725 題材就會在暴雨的時候 然後發現自己的女友身材好到不行 所以就是這種 下大雨全身濕透的作品 對神木小姐來說 應該也是很特別的拍攝經驗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的心情嗎 そうですね 五作目是初めて的ドラマ作品 所以 台詞を覚える 人前で演技をする っていうのが 初めてだったので 本当に 恥ずかしすぎて 毎回笑っちゃってて 本当に撮影 ちょっと伸びちゃったりとか 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ドラマ作品が初めて っていうのが印象的 はい 確實 但是我覺得這個辛苦是有代價 這一部的內容真的是滿不錯的 從封面上你就覺得說 使用度一定很高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這一次的 跟神木莉一起做作品推薦 我們也真的非常希望 各位影迷可以繼續支持 這個努力的SOD新人 今天的作品差不多到這邊 我是鍾子通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感覺是一樣的 第二題 拍攝的現場 會不會幫男優暖身 SUN 你 一起 真的嗎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聊一下 有沒有演出假的 高潮的經驗 SUN 你 一起 好深刻 太深刻了 有沒有在拍攝季節後 放棄過 3 2 一起 三大都一直沒看 我那時候真的都有 很容易吧 下一題 有沒有在拍攝過程 做菜的時候做到抽筋 3 2 一起 你有 那那時候怎麼辦 等一下 稍微放棄 等一下 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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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轉了這麼大 然後就按拍吧 對… 然後再繼續這樣 對 超辛苦的耶 這個我真的太好奇了 在拍攝現場 會幫男優先 就是讓他先 自己起來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真的 日本的女優是 需要做這件事情的嗎 需要啊 他會來問你 啊 對… 可以幫我一下嗎 真的假的 我以為就是那個 台灣的男優說 說的是假的 結果想不到他說的是真的 就是很多 他來問的話會很失禮 嗯… 好… 好… 好好… 好啊 比較心理 對啊 比較心理啊 所以我 這是不覺得 好吧 對…